当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内心深处的这种善 实际上在放射光芒 所以我想做慈善 或者说这个向往慈善 确实是我们内心深处的 每个人都具有的这么一种本质 当然也是需要 2023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5月20号在武汉开幕 中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以公益项目发起人身份受邀参会 并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 回溯莫言作品 从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海 到风乳肥臀中的母亲 在小人物的生死臣服中 悲悯二字 利透纸背 在莫言看来 如托尔斯泰 塞万提斯 余国等伟大的作家 他们在书写《苦难》的背后 其实是讲述那些 与苦难做斗争的顽强生命 以及人性所焕发出的光彩 苦难往往能给人留下 更为深刻的体验 尤其是要在写《苦难》当中的 人的爱心 使人们跟苦难堕堵中 使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人性所焕发出来的光彩 真正加入慈善行列 源于莫言的一次就医经历 得知全国先天性心脏病化 而数量庞大 自2015年起 他便开始向西部贫困地区儿童 开展捐助 2019年底 莫言和北京书童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王震 共同推出了公众号 两块砖莫讯 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 以此为契机 2022年初 莫言和王震以手书摆服的方式 为西部地区患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筹集善款 并由此开启莫言同心项目 截至目前 莫言同心项目已完成16批 281名困难家庭 先心病儿童的救助 一贯低调的莫言 如今面对慈善事业 不再莫言 慈善应该让人知 应该让共多的人知道 这并不是说为了要表彰你 给你发奖牌什么 而是为了唤起大家的 都具有的慈善之心 唤起大家的善念 来共同做这个事业 今年68岁的莫言 孝称自己正值创作圣年 但只要慈善方面有需求 他一定不会缺席 5月20号 莫言在武汉发布 与莫言同行计划 倡导营造人人慈善的社会氛围 莫言称 人人都有慈善之心 帮助别人减轻痛苦 给他人带来幸福的获得感 远远大于付出 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 但是当全社会形成一种更实 形成一种帮助他人的习惯 以帮助他人为荣耀 以帮助他人为满足 以帮助他人为幸福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全社会就会变成一种 爱心荡漾的社会 善意流行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